前文再續的書接上一回 話說周爾拿著把刀走出帳篷 跟蹤前面那個人 追了幾步 正想開口喊的時候 忽然間背後有個人無聲無息地撲上來 掩著他的嘴 周爾是害怕,反手一刀 那個人手腳敏捷 有一手拿著他的手腕 把刀推開,低聲地說 糟了一聲,周姑娘,是我 周爾一聽是徐天宏 刀當然是不斬了 左手一拳打過去 嗶聲,打正他的胸口 徐天宏一半是真痛,一半是炸家衣 嗶聲,整個向後踏低 周爾嚇了一跳,滑了一身下去,低聲地問 你怎麼咬? 不是,誰叫你掩我的嘴? 有人要逃走啊,你不見啊? 徐天宏說,別出聲啦,我們盯著他 兩個人瀑在地上,慢慢爬過去 看到前正輪揭著大車的耳殿 他突然出聲,好像叫開一塊木板 然後見他拿出木盒出來,塞在身上 正說想上馬,徐天宏在周爾背脊出來一推 攔住他,周爾飛身直,飆出去 前正輪聽見人聲,一隻腳剛剛踩上馬踏凳 都還沒上馬,右腳就先在馬,有處猛踢一腳 那隻馬痛嘛,跑出去幾丈遠 周爾一提氣,急急追著他 前正輪翻身上馬,右手一仰,喝聲,看錶 周爾急忙停步,閃身被錶 誰知道這一下子是虛招嚇人的 其實他身邊兵器暗氣,被人綁一陣子 早就招了去 周爾疾得一疾,前正輪一馬向前飆 距離就更遠了 周爾的心急到死死下,看著追不到了 前正輪哈哈大笑,誰知道笑不到幾聲 忽然間有一個關斗皮跌了下馬 周爾歡起了,立刻撲上去 在他背脊上一腳踩著,到尖對準後心 徐天宏也趕到來了,他說 你看他藏在盒裡裝了些什麼 周爾一手把木盒拿出來,打開一看 盒裡厚厚一疊羊皮,裝釘成一本書 在月光之下,掀開來看看 多一些古古怪怪的文字一個都不懂 周爾說,這又是你們紅花會的怪字,我不懂 隨手就扔給徐天宏 徐天宏接過來看,歡喜了 周姑娘,你這件功勞大 哎呀,這本書九成是他們胡人的經書 我們快去見總陀主 真的?這個時候,只見陳家樂已經迎上來了 周爾奇怪了 咦?陳大哥,什麼都出來了? 你看這些是什麼東西? 徐天宏就把那個木盒遞過去 陳家樂接過來看,他說 這本九成就是那本經書了 幸好你攔著這個家夥 我們幾十個男人都不及你 周爾聽他兩個人都稱讚自己 十分高興了,想謙虛幾句 但是不知道說什麼話好 隔了一會兒,他問徐天宏 誰打得你痛不痛? 徐天宏笑一笑,說 周姑娘,你很大力 是你自己不好 接著他轉身對陳靖倫說 站起來,回去 鬆開腳,還說都脫開 陳靖倫就不起來 就以罵他 我們沒有打傷你,炸什麼死的 輕輕踢了他一腳 陳靖倫還是不動 陳家樂在他小掩,捏一捏一捏 隔一隔,喊聲 站起來 陳靖倫吼了兩聲,就慢慢爛起身 周爾惡然了 啊,仿然大悟了 他四為一體 就撿起一顆白色旗子 交給陳家樂說 是你的旗子,好啊 你們串通起來騙我的 我早就知道你們都不是好人的了 陳家樂微微笑 怎麼會是串通起來欺騙你呢 是你自己聽見這個家夥的聲音追出來的嘛 還有啊,如果不是你爛一爛他 他心不慌就避開我的旗子 他騎著馬我們怎麼追得上啊 周爾聽他說得你又十足,又高興了 那麼我們三個人都有功勞 徐天宏說,你的功勞最大了 喂,你不要告訴阿爹說我打了你一拳 嘿嘿嘿,講也不要緊的 如果你講出來,我永遠不理你的 徐天宏笑一笑不回答他 各位,其實徐天宏和陳家樂定計之後 就已經通知了眾位英雄 晚上如果有什麼動靜就不必出來 否則以無塵趙半山他們這麼高本事 怎麼會聽見馬蹄聲都不經過呢 話說三個人押著前政論 拿著經書去到穆卓倫的帳篷前面 首夜的回人一報告 穆卓倫連忙衣服出來,請他們進去 陳家樂將經過講出來,就交了經書 穆卓倫真是喜出望外啊 雙手接過來一看 果然是全族奉為聖物的那部手抄可蘭經 這個喜信傳了出去 沒多久,佛阿姨、佛青筒和眾會人都湧進來 紛紛對著徐、陳、周三個人行回禮致經 穆卓倫打開經書高聲地朗讀 奉知仁慈的安賴之名 一切贊眾全歸按賴 全世界的主 智人支持的主 報應日的君主 我們只崇拜你 只求你右助 求你引導我們上正路 你所有者的路 不是受譴責者的路 也不是迷誤者的路 眾戶人佈在地下虔誠祈禱 感謝真神安賴 討告完之後 穆卓倫對陳家樂說 陳當家 你把弊族聖物在奸人手上搶回來 我們也不敢說多謝了 以後陳當家有什麼差遣 只要送封信來 就算千山萬水 我們也必定趕到赴湯渡火 在所不辭 陳家樂拱手答禮謙信了幾句 穆卓倫又說 明天兄弟奉聖經回去 小兒小女就請陳當家指揮教導 等救回民爺之後才叫他們回來 到其時 陳當家和眾位英雄 如果能夠抽空來弊地住幾日 等弊族族人能夠沾養風采 那就更加好了 陳家樂沉淫了一下說 聖經物歸原主 乃是貴族真神庇佑 老英雄的紅腹 周姑娘和我們不過是僥倖遇上的 沒有什麼功勞可說 寧朗和寧愛還是和老英雄一起回家鄉 老英雄這番美意 我們感激不盡 但是驚動寧朗寧愛大嫁 實在不敢當 陳家樂這樣一說 穆卓倫父子三個都覺得很意外 心想 本來覺得好地地 忽然變了掛 穆卓倫又說了幾次 陳家樂一尾推遲 霍青銅叫了聲 爹 輕輕靜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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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眾位英雄也進來帳篷 恭喜穆卓倫 那麼多人帳篷逼不下 那些回人就退了出去 徐天宏見到周仲英進來就說 這次搶回聖經周姑娘的功勞最大了 周仲英聽了心當然有趣 看了女兒幾眼 意思就是讚女兒厲害 誰知徐天宏忽然掩著心口 喊了聲 哎呀 大家都看著她 不知道什麼事 周仲英急得不得了 我心想 哎呀我打了她一拳 她在那麼多人面前說出來 那怎麼辦好呢 周仲英問 什麼事 徐天宏忽 牙牙就沒有回答她 過了一陣子就笑說 沒有什麼了 哎呀 周仲英被她嚇得出了一身汗 我心想 好 你這個臭小子 總人想起來整股我的 那眾人告辭出去 就各自休息了 日日一早 牧卓倫率領眾戶人和群雄告別 雙方相聚雖然只有半日 但是迪蓋同仇 肝膽相照 臨分別的時候都互相好不捨得 彼此說了很多真心的好說話 周仲英拖著霍青桐的手對陳家樂 說 這位姐姐人又好 武功又強 人家要幫我們救民四爺 你為什麼不肯呢 陳家樂一時疾著無話答對 霍青桐說 陳公子不肯讓我們冒險 這些是她的美意 我離在家裡很久了 真是掛著媽媽和妹妹 很想早點回去 周姐姐 我們再見了 講完 一舉手 撥轉碼頭就走 周仁對陳家樂說 你不讓她跟我們一起去 你看看 她差點連眼淚都要流出來了 你看人家不起 得罪了人 我不管的 陳家樂看著霍青桐的背影 沒有出聲 霍青桐跑了一段路 忽然勒馬轉轉頭 見陳家樂傻了地看著自己 咬一咬嘴唇 舉起手向她入了兩下 陳家樂見她入手 心不由得一陣迷迷惘惘 就走過去 霍青桐跳下馬 兩個人面對面站在樹 大家都說不出說話 霍青桐定一定神 她說 我條命是多得公子救回來的 全族的生物 又是多得公子搶回來 無論公子怎樣待我 我都決不會埋怨你 講到這樹 她解了腰間的短劍 握著手 她說 這把短劍是我爹賜給我的 聽說 劍裡面隱藏著一個極大的秘密 幾百年來輾轉相傳 始終沒有人參場得出 今天分別之後 都不知道幾時才再見面 這把劍就請公子收下她 公子是個聰明人 或者能夠解開劍裡面的奧妙 講完 將短劍雙手奉上 陳家樂也用雙手接過 她說 這把劍既然是這麼珍貴的物件 本來不敢接受的 但既然是姑娘送的 卻之不公 我就收下她 霍青銅見他神情落幕 我心很難受 囂張了一下就說 你不讓我跟你去救民四爺 為了什麼我心明白的 你昨天見到那個少年對待我這樣的樣子 就看不起我了 這個人是六非清六老前輩的徒弟 她是個什麼人 你可以去問六老前輩 看看我是不是一個不知自重的女子 講完 非身上馬絕陳而去 話說陳家樂手托短劍 傻了地出神 看著霍青銅追上回人大隊 漸漸隱沒在遠遠沙漠和藍天相接的地方 心一動 正是想去問六非清 忽然見到前面一騎馬飛這麼快跑來 是深煙回來 深煙見到陳家樂遠遠就下馬 牽馬走到面前興高采烈地說 少爺 張十爺隨後就到了 我們抓到一個人 抓到一個什麼人 我騎著白馬趕到爛廟那裡 見到張十爺和一個人在吵 那個人要過路 十爺叫他等一會 兩個人在吵吵吵 那個人一見我騎馬 就罵我是偷馬賊的銅火 他把刀砍我 我跟十爺就跟他打 那個人的武功很厲害 不過他沒有兵器 不知道那邊偷了一把柴刀來 當然是使得不順手 打了二十幾個回合 十爺才用狼牙棒把柴刀打到飛了 那個人的功夫真的使得 空手鬥我們兩個 所以我撿了地下的石仔 不肯扔他 他因為被石仔一下不小心 腳被十爺打了棒 這樣才被我們抓住 陳家洛笑了笑問 那個人叫什麼名字 做什麼的 我們問他他不肯說 不過十爺說他是落陽韓家門的人 使的是鐵皮爬手 沒多久 張俊也趕到來 落馬向陳家洛走了來 隨手把馬鞍上面的人 扔了下來 那個人手腳都綁住 昂昂然站在樹 神態極之高傲 陳家洛問他 閣下是落陽韓家門的 專聖大名 那個人擔高頭不出聲 陳家洛說 心燕 你和這位大爺鬆了 心燕拔出把刀 割斷綁住他手腳的繩 聽刀站在他背後 防他有什麼依族 陳家洛說 他兩個得罪了閣下 請你不要見怪 請進去帳篷裡面坐 進去帳篷 陳家洛跟那個人就在地下坐落 中英雄一輪進來 一都在陳家樂の後面 那個人一見見諾兵進來 即是反隔 myster身脫樓 指著諾兵罵 你那個婆婆不是偷亂我 cap 你還不回來? 我死都不會過你 諾兵笑著說 啊吳 你是韓文聰韓大爺 對吧 我們換行了一匹馬騎 extensive 我還要補光一頂黃金給你的 你賺了錢發財,為何還要生氣呢? 陳家洛問起原因,洛冰笑著把搶奪白馬的事說出來 大家聽了笑,原來紅花會是不禁止偷東西搶東西的 但是洛冰想著總陀子出身上府 官幻子弟多數看不起這種不問自取的勾當 所以一直沒有講這匹馬的來歷 陳家洛說,既然是這樣,四叔這匹馬就還給韓爺 那些黃金,韓爺也不用還了 算是遭用專企一點敬意 韓爺腳上的傷不要緊,心然幫韓爺敷金倉藥 韓文聰見到陳家洛這樣處理,就沒有那麼生氣 只是想說幾句客氣說話 誰知道洛冰說,中陀主這樣不行 你以為他是誰?他是鎮遠標局的人 陳家洛說,真的? 洛冰拿出黃維陽那封信交給陳家洛 你看看,陳家洛接的信 只是看了開頭一個稱呼 就把那封信接,交給韓文聰 這封是韓爺的信,在下不便看 韓文聰說,反正你的同黨已經看過了 我落得大方了 於是他說,我是鎮遠標局的,沒錯 不知是哪點冒犯了各位呢?到時要請教一下 我韓某光明磊落,也沒有什麼不見人的事 閣下儘管看吧 講完,將封信攤開就放在陳家洛面前 陳家洛一目十行,閉眼而已 已經知道了封信的大意了 他說,威震何索,黃維陽,黃老鏢頭的威名 在下是如雷冠矣 不過從來未見過面非常遺憾 閣下是諾陽韓家門的 不知和韓五娘怎麼稱呼呢? 她是先沈娘,請教閣下專聖大名 不知是否先沈娘呢? 陳家洛微微一笑 我只是慕名而異 我姓陳明家洛 韓文聰一聽,吃了驚,立刻站起來 你是陳國禄的公子嗎? 常客說 這位是艾尼紅花會的總陀主 他都跟你談了那麼久 你豈有此理,真是有眼不識泰山 韓文聰慢慢坐下來 一瞇打量這位少年總陀主 陳家洛說 江湖上不知是誰在這裏造謠 說貴同門之死和閉會有關 其實這件事我們毫不知情 在下本來已經派了一位兄弟 要去諾陽講明這個過節 因為忽然有件緊要的事要辦 一時難以分身 韓爺今天來到真是再好不過了 不知為何會有這些謠言呢? 韓爺如果知道可不可以說出來聽聽 韓文聰說 你 你真是海寧各路的公子呀? 沒錯 韓爺既然知道在下的身世 這件事了 直到最近有人在陝西一個山谷裏面 發現趙師兄所用的鐵牌和琵琶釘 才知道他已經不幸遇害 雖然他死無對證 當時沒有人親眼見到他遇難的情形 不公子你說 如果不是紅花會落手的又是誰人呢? 他說話還沒說完 張進去喝他說 你師兄貪財如名 死也有什麼可惜呀? 我們紅花會如果是殺了他的 為什麼不敢認賬呢? 老子老實跟你說 這個人我們沒有殺 不過你找不到人報仇 就算是老子殺的 老子生命殺得人通更少呀 多了他一個招民旗 沒有相干的 韓文聰看著他 我心張信張疑 毛陳說 哈哈 我們紅花會各位當家說話 向來一是一二是二 從來沒有騙過人的 你不信他說話 即是看不起我 哈哈 你看我不起 膽大幫你 在訓亂之中 陸非清突然高聲說 招民旗是我所殺 我不是紅花會的人 這件事 和紅花會毫無關係 大家聽到惡言 陸非清 站起來 將當年招民旗 怎麼黑夜尋守 怎麼二三打一 怎麼狠施獨守 怎麼命喪荒山等等的情形 從頭到尾講出來 大家聽到 都罵招民旗無恥 你殺得好 韓民衝黑著臉 一言不發 陸非清說 韓爺要和師哥報仇 現在肉手亦無不可 這件事和紅花會無關 他們如果幫我一拳一腳 就看不起我 民視太太 韓爺的兵器 麻煩你還給他 駱冰拿出鐵琵琶 交給陸非清 陸非清只不過來就說 韓五娘當年首創鐵琵琶門 名聞江湖 也算是女中豪傑 唉 她說起來不聲感蓋 她一邊說 雙手一面運用內勁 鐵琵琶的肚子都是空的 被她按 當堂變成一塊鐵板 她又說 招民旗既然受了陳婦的聘請 去尋訪公子 就要認認真去做才行 為甚麼使用別人的錢財 來找我這個老坑的晦氣 我們武林人士 就算不能夠蛇身佈國 和滿腦達子盤的死活 也應該行俠仗以為民除害 武當派的內功真是非同小可 她的口在說話 一雙手已經把鐵板捲成鐵筒 捏了幾下 變成一條鐵軍 陸非青又說 醉武作為 也應該結身自好 隱居山林 做個安分良民 陸某生平最痛恨的 就是朝廷英犬 保鞭護院那些走狗 似乎有些武藝 助就為虐欺壓良民 你這種人如果被我遇到 陸某拳不會放過他們 講到這裏 捏出來的鐵棍也變成一個鐵圈了 這番說話 聽到韓文聰的心跳 他刺著武功精心 一向自高自大 怎知這次出來連跌幾交 輸了給樂兵、張準和心賢 他還以為是對方使用詭計取勝 現在看著陸非青一邊說話 一邊把他賴以成名的獨門兵器 隨便捏一下、按一下 就好像玩泥猜面那樣 真是又怕又怕 想想招民旗的武功 和自己都是差不多的 他和這個老人為敵 當然是非死不可 蔣四斤見到陸非青玩得這麼過癮 他又想玩一下 拿了個鐵圈在手 雙手一拉 就變成一條鐵圈 自己拿著頭 那一頭在楊成協面前 楊成協身手拿著笑著說 想鬥力呀 掌四斤掌握頭 兩個人出來拉 你拉我不動 我拉你不動 鐵圈越拉越長 各位 肉之後事如何 請下回分解 他會不會再拍一張 我點字幕 只要放一張 究竟 是 對